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秋天的美好总是那么短暂,仅仅两周的时间 树印就从绿到黄,现在基本上都掉光了 每年能拍摄秋天的时间,屈指可数 我今年也抽空去拍了些秋天的照片 在后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一直以来,我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后期调色工具 也许是因为它出现在最下面,让我经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Lighton中的校准 这个看起来最没用的工具,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用 今年我也一如既往的去记录了一下中央公园的秋色 为了避开人群,我一大早就出发了 清晨在太阳还没升起前 在草丛里可以找到这些小植物 它们看起来特别的可爱 叶子周围都挂着一圈冰霜,和黄色的落叶刚好形成了季节和颜色的反差 没多一会儿,也就拍了十来分钟的时间吧 太阳升起来,温度也就升高了 这些霜很快就化成了露珠 所以想拍它们的话,下次就要早点起床了 在后期这类以植物为主的照片时 我发现校准工具特别的好用 在用它调色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工具在颜色原理上的工作方式 以便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校准工具可以做些什么 为了方便查看效果,我们使用三原色的图片 因为我们拍摄的每张照片当中,所有的颜色都是由红绿蓝 这三原色所组成的,也就是常说的RGB数值 任何两个原色的叠加就产生了新的颜色 例如红色加绿色形成了黄色 蓝色加红色就形成了阳红色 把这三个原色和它们混合后的这些偏色放到一起 画个圈圈就成为了右边这个色轮的样子 三原色之间的过度色就是它们的偏色效果 校准工具中的色相所改变的是整张照片的全局色彩 尽管只调整其中任何一个原色 另外的两个颜色也都会受到影响 例如当调整红颜色的时候 绿色和蓝色也在发生颜色的变化 当色相偏向粉色的时候 蓝色和绿色看起来像漂白了一样 如果改为偏向橙色蓝色和绿色呢 也就都偏向了暖色调 当绿原色变为偏黄的色相时 所有的颜色呢都偏向于暖色 但是看起来又和红色色相的调整时 有些不太一样 当偏向蓝绿色的时候呢 原来的蓝色就变成了紫色 蓝远色的色相呢是我觉得变化最神奇的 当它偏向浅蓝色的时候 颜色变得特别的清爽 但是将蓝色色相调向紫色一边的时候 整体的颜色呢就变得特别的奇怪了 所以通过以上设置啊 基本上可以看出大概的规律 在选择任何一个原色进行调整的时候呢 都在以这个颜色为主要的调整对象 另外两个颜色为符 除了这个最主要的调整颜色 会在色相上变化比较大之外呢 另外的两个辅助颜色虽然影响小 但是也会产生严重的偏色 所以在照片调整时 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去调整这些色相 校准工具中的饱和度设置也是类似的规律 当提高一个原色的饱和度时 另外两个颜色也会轻微的变化 接下来呢我们就找个照片作为案例 看看校准工具在实际操作上有什么效果 以这张湖边石桥的照片为例 我们先修正一下照片的白平衡 然后呢选择自动色调 让它进行自动的调整 这张照片的基本调呢就基本出来了 任何一张照片的调色基础 都是在正确的白平衡上来说的 否则调出来的效果呢也会不准确 这张照片是由多种颜色所构成的 刚好可以实验一下校准工具的效果 首先呢我想要让秋天的气氛变得更浓郁 有红叶的感觉 但是恰巧这张照片当中并没有太多的红叶 所以将红原色的色相调向偏向粉红色的一边 让原来黄色的叶子变成偏红色的红叶 增加红原色的饱和度 让刚才调整的这些部分呢变得更艳丽一些 怎么感觉调整了之后更没有红叶的感觉了 原来的植物变得更绿了 别着急 我们接下来去调整绿原色的色相 照片当中绿色的植物过多呢 就有点破坏了深秋的感觉 通过调整绿原色的色相呢 让这所有的绿色都偏向于黄色 整张照片就显得不再那么绿了 看起来似乎有了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增加绿色的饱和度呢 让刚才这些区域变得稍微的再艳丽一点点 在调整了红原色和绿原色之后 照片当中仍然有很多绿色 还是没有秋天的感觉 怎么办呢 还记得刚才调整蓝原色的时候 我说过它的效果很神奇嘛 在调整之后 红色和绿色都变得很清爽 所以在这里呢 调整蓝原色的色相 就会出现神奇的效果 在原本没有蓝色元素出现的照片里呢 通过调整蓝原色的色相 同样可以将照片当中的红色和绿色的色相 带向新的偏向 在校准工具的最上方呢 还有一个色调阴影的设置 用它来控制照片当中的阴影部分的色调偏向 这个设置类似于白平衡中的色调设置 但是区别是它只影响照片当中的阴影部分 用来给照片做最后的调色微调十分的方便 通过调整这个色调呢 就可以让照片当中的阴影变得更绿 或者是偏向于粉色调 这张照片当中呢 我希望它能够是暖色调的 所以它应该偏向于粉色调 通过以上的调整 这张照片最终的效果呢 就基本上显现出来了 它仅仅是修正了白平衡 对基础曝光做了调整 并且我还是按的自动按钮 让软件进行的自动调整 再加上校准工具所调出来的效果 所以呢 我是不是该改口说 如果只用一个调色工具 就能完成一张照片的调色 那也有可能是校准啊 以上呢 就是校准工具的神奇之处 我们之前是不是都忽略和误解了它呢 秋天的照片看似和平时其他季节没什么区别 但事实上 秋天有着独特的拍摄和后期手法 搞懂了理论知识之后呢 就是多拍多练了 如果你对实战操作的详细内容感兴趣 可以看看我的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的第五集 长达36分钟的内容分享 从前期准备到拍摄的操作 以及后期的调色技巧应有尽有 要多详细有多详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这里呢 有关于旅行摄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